不過他們現在是落後一分的 要把這球給攻進 小哈的中距離出手 短 籃板球手就抓了 再說出來結果是一個失誤 不過籃底下正認為也沒進 胡言球 沒有犯規 這是嚴家華教練心中的疑問 但是裁判沒有任何的哨音 9.6秒 在進區裡面非常的擁擠 9.6秒 現在球全又回到了在胡言身上 我們會看這個進去 小哈出手不進 哇 這球險些發生的失誤 在籃下這個 哇 直接打頭啊 哇 正人為的頭被打到 所以他很火大說 我頭啊 結果沒辦法 裁判因為瞬間動作太快 而且人太多了 這打到頭可能正人為要注意喔 因為之前我們看到的 彪哥就被打到頭的腦震盪 失誤了 還好這應該是消到的 正人為應該意識還蠻清醒的 不過9.6秒落後一分 那就只能夠做半分選擇 犯規 就算投進兩球 你還是落後三分而已 更何況對方也有壓力 對 所以拔球不一定會進喔 對 所以一定要快 那現在就是在整個 胡言 要讓誰來接球 你不能擺五個上面的人來講的話 有一兩個拔球不穩的 再看一次 藍以下這個鏡頭 這一下 哇 削到 所以戴維斯幫QOO 輸了一個不錯的髮型 幫他整理頭 他把他這 打一個削袍啊 打包 打包 打包應該是TRIM的工作 TRIM 12分3籃板 但很可惜了 沒有爭取到最後 顏家華教練所希望的那個犯規 不過的確 這入死死守還很難講 而且今天我們已經看了一場絕殺了 9.6秒 當時那場比賽啊 剩下6秒鐘都有絕殺 所以9.6秒時間還蠻多的 還是有機會的啊 而且今天樸圓的罰球喔 16罰8中 是5成的罰球命中力 最好是犯在戴維斯的身上 讓戴維斯接球來犯球 射一個口 讓他去接球 你要期待對方法覆器 你還要抓到防守籃板 所以有很多的環境 你都要照顧好 很多的變化 陳信安來發球 所以這代表可能不會是 陳信安來執行發球 減號拿球 趕快犯規 討厭減號的罰球 賽季的罰球命中率百分之六十八 今天的減號 還沒有站上過罰球線 所以浦圓已經吃了襯托鐵了心 今天如果要當英雄就是減號 因為他剛才湖頂位置 已經投進一個重要的三分 這個壓力很大 真的很大 這是激進季後賽的壓力 他會說我可不可以推到三分線來投嗎 哈哈 激進季後賽的一個壓力 第一球完全偏差 只差一分 還有八點三秒 第二球進 好八點三秒 台皮如果要絕殺的話 就必須要投三分 對 他也不一定 他選擇不一定只有三分 也有兩分都可以 所以這個 這個情況下相對的進攻方面來看 台皮不會說像得到三分 落後三分壓力還這麼大 而且福淵這邊也沒有任何的犯規空間 不像前面場金九其實還有一個犯規可以用 但是他們最後讓大家意外的是 居然沒有用第四次犯規 沒有這個暫停喔 你可以看到在台皮要設定 到底讓誰接球 之後 做側動八點三秒 看似 好像有點長 但是你在接到球之後 你稍微猶豫的話 一下子時間就過 所以接到球的第一個人 接到球的那個人 很重要 你要做一些 快速突破分球 還是你就要做一個絕殺 對方罰進之後 台皮這邊喊暫停 所以根據規則 台皮在 接下來的球權呢 可以在中線來發 對 這個 勢必他縮短了 在投籃的一個距離了 所以這又 讓我們想到前面那場比賽呢 是後場發球 居然六點三秒 還讓林瑞坤 過了兩個人 對 他過了兩個人 最後在湖頂三分線的位置 直接拔起來出手 哇 所以金九可能那一球 回去要一看再看 為什麼會在這麼關鍵的時刻 犯了致命的好幾個錯誤 第一個 沒有提醒場上的人 說還有一次可以 犯規利用的一個選擇 沒有用到 第二個當然就是 為什麼被過得這麼輕鬆 楊敬明 最後的八點三秒 他在下半場狀況是最好的 不過 對方的防守 對他肯定是加強 所以 有機會持球的人 就像剛才的小孩 也不要想那麼多了 攻擊籃框 就是攻擊籃框 八點三秒 你沒有辦法猶豫太久 投員再度回到場上的球員 包括了 陳信安 陳信安沒有回到場上喔 剛才原本走出來 但是陳信安又回去了 現在在防守上面 是戴維斯領導的簡號 蔡文誠 陳世傑以及林金榜 而且這個時候 許靜哲教練呢 還要再換林宗慶上來 看把誰換下去 因為他把最矮的個子喔 陳世傑換上去要提高高度 完全沒有空位的一個五人防守 陣線 8.3秒 前場的邊線球 current 陳世傑交給了楊進民 楊進民收到進擊 結果投籃佈近 哇 趕快犯規 剩下2.3秒 哇 這球過門而不入耶 他挑戰的是戴維斯 近了 一半了 出來一個 所以這兩分 真的會 Avec 所以蔡文誠已經要減少他的接手 不讓他接手 你看這個過很漂亮 那前面如果不是 戴維斯的話 這兩分應該可以拿到 蔡文誠的第一球伐進 現在差距來到三坑 而且2.3秒 就算第二球不進 無緣也可以把時間拖完 再看這個籃底下的動作 有沒有手部上的接觸 喔 打手喔 這接觸是蠻明顯的 所以Amigo剛才蠻火大的 後面敲了一下這籃底下的護墊 蔡文誠還有第二反 2.3秒 穩穩滑進 穩穩滑進就差到4分 所以這場比賽當然在最後關頭很可惜 對於台皮來說 當然這家華教練後續也給自己的子弟賓一些鼓勵 因為崔玉姆世上在最後的1分多鐘 將近2分鐘他就已經武藩畢業 但是台皮的本土球員的表現還算是相當秤級 對 我們覺得不管喔 當然贏家只有一個 而今天台皮的表現來講是有機會贏球 在第一節是落後14分 打到第四節喔 一度有機會反超前喔 但是比較可惜是最後沒有投進 服務員拿下了最近三次跟台皮對戰的獲勝 功成絕對就是減號 所以